耳機型記憶盒 翻轉頭時鐘 這些不是多拉A夢的法寶 而是幫助專注力失調 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提升專注力的武器 好像這個耳機型記憶盒 就是提醒他們要聽清楚細節 而翻轉頭時鐘 就是要想回之前聽過的指令 記住你要用耳機型記憶盒 和翻轉頭時鐘 Eva和龍兒做的是執行功能訓練 執行功能就像大腦的指揮 但有ADHD的小朋友 這方面發展會比較差 我們說執行功能很抽象 我想大人都覺得很抽象 所以如果小朋友要學的時候 就要用一些符號、圖畫 或者我們說是一些武器 讓她知道你學了一些技巧 這些技巧是幫助你日常生活 在訓練的過程 Eva會不停提醒龍兒 要用什麼武器幫助自己 你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要用什麼武器 嗯… 那個… 精神 燈泡 同一個記憶遊戲 龍兒剛剛接受訓練的時候 很多時候適合一半 但現在可以全部適合 雪梨 好厲害喔 你這次適合 對 是嗎 每次訓練完 Eva都會問龍兒 平日什麼時候會用到這些武器 讓她們可以學而自用 上學期她會起床答問題 但她都不會 但通常都是鱷魚 這樣看著班主任 對 你眼看我眼 接著班主任 唯有請她坐下 到校期的時候 班主任就告訴我 就是龍兒竟然懂得答問題 請她答問題的時候 她真的夠膽答問題出來 做在龍兒回幼稚園前 媽媽已經留意到 她的發展比其他小朋友慢 於是帶她去評估 發現她有專注力失調 你跟她在做功課的時候 明明正在教她 開始很好的 但不足15分鐘 她又不知去到哪裏 龍兒我們在做功課 你是不是很累 我不是 但她要時刻刻地提醒 提醒她回來 在香港 大約5-6的小朋友 跟龍兒一樣患有ADHD 他們有一部分 好像龍兒一樣 經常會遊魂 專注力教一般小朋友差 亦有一些是以過度活躍為主 經常閘閘跳 沒有時停 亦有部份是兩種症狀都有 按照不同的情況 醫生和治療師 會為他們提供藥物和行為治療 Eva說 最重要的是 家長要正視小朋友和其他人不同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有機會介意小朋友 即是被標籤 或者因為標籤了 學校有些不公平的待遇 他們會有這個擔心 有時他們會有這些錯誤的觀念 但其實就是如果真正視我們臨床經驗 見到藥物的幫助和訓練 其實明顯對這些小朋友有很大的幫助 東網電視記者黃雅興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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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